5月10号 浙江省肿瘤医院的常境检查报告单写明 沈大伯的直肠吸肉治疗后 结扎加残留 沈大伯认为结扎加就是止血钱 沈大伯介绍 他当时没去看所谓的结扎加究竟有多大 是什么样子 但得知体内有夹子残留 心里很不舒服 记者陪沈大伯赶到杭州红十字会医院 先到门诊大厅的岛一台这里联系 这时医院的保安上来了 保安要求向院方报备 记者耐心地向他解释 已经在通过岛一台联系院方 医院的护士长赶来了 保安一直用手挡着我们的摄像机镜头 不是啊 您能解答这个问题吗 您能解答这个问题 这个都是自动体内调出来的 具体我可以让消 自动体内调出来的 对 那么为什么两年还不调呢 那也有可能部分人有的呀 也有的呀 总人院中病人没有好一点 他们都该到近期 那他这个夹子是大概多大 很小的 是什么材质的 呃 太太精湿 护士长主动过来接待沈大伯 并进行了解释 另一边 保安把镜头挡得更加严实 我们医院没有报备过 不让采访吧 报备完了 那是那个护士长主动要跟我解释 解释 你们解释好了 给你采访干嘛 你们不是办咱们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六个保安 你报备啊 需要吗 跟医院报备啊 我正在前台报备 那工作也有议论监督的 你们这个保安我觉得没必要讲 如您大体的 那不是 几个我数一下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不需要吧 五个保安 六个 七个 我跟你说 你走的是一个 是不是整个医院的保安都来了 你现在是因为有这个事 他来诉求 我们到诉求中心 我们都有程序的 沈大伯说 他只是想要弄明白 为何快两年了 这个钛金属的夹子还在自己体内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疑问 六七名保安围了上来 这个阵仗 沈大伯告诉记者 他也算是开了眼了 方护士长带着一行人乘坐首幅电梯 到二楼的患者投诉中心 护士长 护士长 听我说我有个建议 你把那个小夹子拿一个样品来 我们看一下 这怎么说的夹子不是样品 我是整个的 要推出来的 你拿一个来 我们看一下 到了患者投诉中心后 保安又用手掌 牢牢地按住了我们的摄像机镜头 好几名保安阻止拍摄 牢牢地抓住了摄像机镜头 在这样的情况下 记者继续开展工作 建议先查查沈大伯两年前 在红会医院的就诊记录 免得搞错 给他查一下两年前 他也没在这里做过场景 你们这样不好吧 你把机器关掉 我建议你这个手拿开 我建议你把机器关掉 镜头干什么 我建议你先跟党经办 党经办那个报备 党经办的人就在这里了 报备一下 同意了没有 同意吗 这个不是属于科普采访 如果是有这个的话 我们是按照医务流程来 几年前 关于一个职业病的案例 杭州红十字会医院 曾经接受我们的科普采访 当时对方很欢迎 这次是患者沈大伯有投诉 对方的意思是按照医务流程来 你们我的前方不来的 我们打12000 镜头仍然被牢牢挡住 另一边 院方在电脑系统里 已经查到了沈大伯的就诊记录 有的是吧 有 我看 1222年10月20号 12年10月20号 绝尝试复查 师傅 你自己来看一下 是不是你 沈大伯确认 这就是当时的就诊记录 他要求记者拍下来作为见证 这时 医务科的张科长也赶来了 张科长 你能不能把先退下来 等一下 我们先说事情 我先把理由告诉你 原由先跟你说清楚 在后面我们到专门有地方 我会有专门的专科医生来 给你解释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你先说 第一个 我不是业务的专业人员 第二个 我对整个事情 首先一个上来 我第一件事情知道 你们在查就诊记录 我并不知道它里面 到底查出来是什么东西 沈大伯给张科长 看了省肿瘤医院的 常境检查报告单 张科长带着一行人到了医务科的办公室 几名保安一直跟着 在这里 张科长表示可以向患者解释 不同意拍摄 那么沈大伯的疑问能得到正面答复吗 为何他体内残留着金属加两年了都没掉 医务科张科长拒绝拍摄 这时方护士长赶来了 让记者看了一份报告 这份杭州红十字会议院的电子内禁检查报告显明 据刚约四厘米可见一枚太加残留 检查的日期是2022年10月21号 看到这份报告 医务科的张科长如释重负 他认为凭这份报告 足以证明当时已经告知沈大伯 他体内是有太加残留的 他们自己在当时的时候也写了 沈大伯的疑问是 自己体内的太加为何残留了这么久 医务科的张科长叫来了钢肠科的一位医生 准备回答沈大伯的疑问 刚场科的赵医生坦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和拍摄保安没在阻止 半年应该掉下来的 现在快两年了还不掉下来 是这样的啊沈师傅 就是我们常见的像这种夹子 就是西洛栽过了以后 就是创面止血的夹子了 每个人的掉落的时间 或者每个部位啊 它都有长有短 就像我刚刚看了一下 就像这个这个 这个你我们二一年 你家说就长不会掉下来多少时间 快的它一两个礼拜就会掉 长的时间很久也会有 多长时间 甚至很很久的 比如说几年不掉的也有 护士长还拿来了一套可旋转重复开币软组之家 说这就是沈大伯体内残留的那种太加 但这种夹子是密封在一根管子里的 要靠机械操作才能够一个个的推出来 夹在窗面上止血 没法现场展示给沈大伯看 包装上注明这种夹子的开口小于或等于10毫米 整个大小跟一厘米相似 因为这个夹子在体内是可以长时间存留 没有说会引起比如说 明显的会对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啊 这种常规情况下 它随着时间慢慢就会脱掉的 如果没有脱出来 比如说沈师傅这样在这场这里 比如说他觉得对这个有疑问 觉得我这个东西没脱掉不舒服 那我们觉得比如说 那我们给你拿一下 这个也很简单的 如果有需要 你简单我不简单的 要吃一口要吃苦 沈大伯说自己有高血压和糖尿病 但每天都去爬山锻炼身体 病情控制的还不错 每天爬山 爬多久 最少三个 每天三个要爬山 六十六 这么低的 身体很好耶 其实是80岁左右 哈 还好他现在身体是没什么不舒服 对对对 这个是最最最最最最最 我刚才不帮你们讲 他身体没有受什么影响 这就好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前面讲的 第一个我们把这个太夹是个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 那铁锡怎么讲 对 第二个 其实我们从我自己医院的报告上来看 院方的就诊记录显示 沈大伯是2022年10月20号 来做结肠吸肉复查的 第二天出了电子内禁检查报告 张科长开始说的2021年 应该是口误 沈大伯表示 他不接受杭州红十字会医院方面的解释 他认为太家在自己体内残留近两年 是不正常的 会继续反映情况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这次的同条件 写上的污歹